大家好,欢迎收看《旧金山焦点》,我是林萧然 不顾中共反对,美国总统川普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之后 已然成为香港人心目中的英雄 昨天晚上,香港十万民众在中环爱丁堡广场举行感恩节集会 感谢美国政府支持香港 从现场的画面可以看到,人们举着美国国旗 有的举着川普的照片,有的举着推动法案通过的美国国会议员的照片 大家挥舞着手机的灯光,与歌手《合运时一道》高唱《荣光归香港》 那一刻能够强烈地感受到香港人彼此鼓励,相互扶持,抱团坚守自由和民主的决心 对于川普签署香港法案,中共的反应在所有人的意料之中 首先是外交部官员再度紧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 当面提出抗议并威胁予以反制 发言人耿爽再度不爽,在新闻发布会上眉头紧锁 措辞强烈地提出抗议,说美方此举是赤裸裸的霸权行径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任何外国政府和势力都无权干预 这一所谓法案只会让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广大中国人民 进一步认清美国的险恶用心和霸权本质 只会让中国人民更加众志成城 美方的图谋注定失败 全体中国人有没有认清美帝国主义的险恶用心 我不知道,但是至少那些在美国有侵卷、资产和存款的大小党官们 是完全有必要胆战心惊的了 除了外交部的抗议,官媒和党媒也全面上阵进行各种声讨 被人民日报批评是一张废纸的法案 接盘侠《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在推特上则语代威胁 说中共将推出反制措施,立法禁止起草美国香港法案的国会议员进入中、港、澳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在参众议院的起草人分别是参议员卢比奥和众议员史密斯 按照胡锡进的说法,这二人以后将永远不能够踏入中国的领地 有网友酸胡锡进和中共太没有破例了 立法只禁止两人入境,未免太废周章了 为何不将投赞成票的500多位美国国会议员都禁止了呢? 为何不将签署法案的总统川普也禁止了呢? 最近港人取选获得胜利,停港法案又被签署 日夜上街抗争的年轻人们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 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在推特上贴出打电子游戏的照片 他说,是开始庆祝和短暂休息一下 玩宝可梦、剑雨顿的时候了 毕竟他还是个年仅23岁的年轻人 本不该承受如此沉重的社会议题 与此同时,港人继续发挥Be Water精神 持续上街和平抗议 而主力不再是年轻的学生 而是白领阶层和普通的市民 今天中午在中环、长沙湾和九龙湾等地区 同时发起了反极权各区和你Lunch活动 要求港府回应五大诉求 也在同一时刻,与香港比邻的大陆广东省 中共的军警们再次把枪口对准普通的老百姓 这两天,广东省茂名是一个叫文楼镇村的地方 本来政府公布批文要征集土地 在当地建造一个所谓的人文生态园区 谁知最终给出告示显示 政府要建设的是火葬场 此举引发强烈的抗议 根据大纪元记者的电话采访报道 今天,文楼村镇村民再次走上街头抗议 被几十名特警封锁了路口 从外地赶回来的年轻人基本上被抓走 网上发出的视频显示 村民们别出心裁的燃放烟花爆竹驱赶特警 也有特警持枪的画面流出 有网友说,大家快来看一看 是否与香港警察的持枪姿势如出一辙 川普在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同时 也签署了一项保护香港法案 禁止美国公司向港警出口催泪弹 胡椒喷尽、橡胶子弹等防暴武器 根据港媒的报道 新上任的香港鹰派警务处处长邓炳强 昨天透露,考虑向兜欧国家购买 比橡胶子弹和布袋弹威力更大的木弹 并招募退休的警察返回警务处工作 虽然警方随即否认购买威力更大的木弹的消息 邓炳强的一番话无意向外界透露出 中共和港府有意持续升级武力 镇压抗争者的信号 此时,港人最需要的是 除了美国之外的全球更大范围的帮助 其实,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骨牌效应 已经开始显现 本周,加拿大国会的跨党派议员 已经决定商讨启动马格尼茨基法案 制裁侵犯人权的香港官员和警察 本月,英国外交部表态 英国要实施新的法律 来制裁在镇压香港抗议活动中 侵犯人权的嫌疑人 欧洲议会的议员 本周将与黄之峰等人开会 讨论阻止欧盟成员国向港警出口武器 在亚洲的日本 民众在网络上发起联署 要求日本国会讨论和通过 日本版本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截至目前,已有12.5万人支持 已签署的人中 包括62名现任议员和7名前议员 对于被中共从小就开始洗脑的小粉红们来说 外界支持香港人的任何举动 都被看作是对其爱国主义情怀的挑战 哪怕是无意的一个小小动作 都能够被解读和掀起轩然大波 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讲过 珠宝品牌Tiffany 被怀疑是在呼应香港人的还眼行动 而在小粉红们的抗议声中 紧急撤下一张模特捂着右眼的海报 这次遭遥的是蝙蝠侠系列的漫画 由美国漫画公司DC推出的蝙蝠侠最新作品 《黑暗骑士归来!黄金之子》即将上市 该公司的推广海报内容是一身黑衣的年轻的蝙蝠女侠 右手拿起汽油弹准备向远方丢置的动作 背景文字写着 The future is young 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 就是这样的宣传照 意外粉碎了无数小粉红的玻璃心 指控DC明显是在支持香港的暴徒 于是开始在其社交平台上狂轰滥炸 最终迫使这家美国漫画公司删除了这张宣传海报 不过小粉红们无论怎么抗议 也不敢对另外一张照片发表太多的看法 大家都知道 川普在感恩节的前一天 也就是签署香港法案的同时 在推特上发出了一张PS过的硬汉照片 这张图片本来是1982年上映的电影 《洛基》第三部的宣传海报 图片中的男子原本是饰演全首 洛基的动作明星史太龙 川普发布这张图片大秀肌肉 其实意味浓厚 熟悉洛基系列电影的观众可能知道 影片最经典的情节是 在美苏冷战期间 苏联拳击手查阁到美国挑战 并将美国拳击手阿波罗 打死在拳击场上 影片主角拳手洛基 为了好友阿波罗 远赴苏联挑战查阁 经过连串的苦战 终于击败了他 有人解读说 中共一直在抗议香港法案 也多次公开呼吁川普不要签署 而川普最终不顾有可能破裂的贸易协议 选择站在香港人一边 这张图片说明他决心效仿洛基 做一个不惧怕共产党的硬汉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军阶山新唐人的YouTube频道 军阶山就在栏目下留言 与我互动 我是林萧人 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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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